我 嗨吧 YO 大家好我是YESB 我是水面公高部教練小菜 小菜教練 請說 今天是我們新手計劃的第十集了耶 哎呦 排這麼多啦 一半一半 欸 我們快要成功了 那我們今天有要跟大家分享哪一方面了 因為我們動作其實都講得差不多了 再來呢 我就要提到球位的設定 我相信前面各位球友 應該都是先拿 九號鐵啦 或是八號鐵 或是七號鐵來做練習 接下來我們要越來越長 六 五 四 小雞腿 球斷目 肉愛嗎 可是因為小弟沒有小雞腿 我就用長鐵桿代替 我三號鐵 我就用三號鐵代替 其實這兩個球位是一樣的啦 也不用擔心 那我們今天就來探討我們的偶位設定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GO 前面呢我們提到了整個揮杆的架構 再來我們就要提到你的球位的設定 一開始球友在打球的時候呢 我們的球位都是擺在雙腳的正中間 這個呢 我們在前面幾集就提到過了 十字鍵擺出來確認你的球位 我們使用這樣的方式 確認球位其實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在打球的時候呢 我們是側面打擊運動 我們不是正面打擊運動 所以在設定上去一定會有視覺差 我站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球位在雙腳的中間 可是我朋友從正面看到的時候 就說不對吧 你的球位怎麼看起來在左腳 這就是視覺差 所以一定要擺出個基準線出來 會確認你的球位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是七號鐵 當我的球放在雙腳的正中間 也就是在直直直幹子的時候 球位就已經在正中間了 那假設我今天是拿長鐵幹 那我就把我的球位 往中間偏左 大約一顆球 就可以了 可是我現在會覺得說 我還是想要對著幹子 那沒有問題 右腳也往右邊一顆球的距離 就可以了 我認為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你的腳 目前都先不要動 你先去把球位擺出來 再把中間這顆球拿掉 再設定上去 那你的球也出來了 那下場的時候當然不能這麼做啦 下場本來是會用我們的腳 去控制我們的球位 就不能用你的桿子去掌控你的球 要擺在哪裡 因為下場球是不能動的 那當我今天已經把長鐵桿的位置 也設定出來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小雞腿 那我剛剛提到我沒有雞腿 沒關係我再拿三號鐵桿 其實是一樣的 腳步是一樣的 那我自己在擺放的時候呢 那其實我就是讓我的球位中間偏左一樣 一顆球 一顆球就好 那你要去根據你的小雞腿角度 假設你的雞腿是17度 或是18度 那我就不建議擺這麼靠近中間 你還可以再往左邊放一顆半 或是兩顆 那你就拿一個比較榮起球 洗背角度會比較好 因為有些雞腿他是做16度也有的 然後17、18、19 正至於說你的雞腿是大約 22度、24度 那你就可以把球位放中間偏左袋 一顆球就好了 下一步 球道風乾 因為我們越長的桿子 其實我們的站位會越快 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越長的桿子 我們的灰桿幅度越大 灰桿幅度越大 速度越快 那我們的下半身 軸心就可能會產生過度偏移的現象 因為靈性力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下半身站穩 很多運動都是這樣子的 你的下盤不夠穩的話 你的肌球其實是不夠扎實的 或者說你很多動作是做不出來的 其實站位比鐵桿 再寬一些就可以了 那有些就是 因為我的動作很大 我想要再 站更寬一點 比我肩膀還要再寬大約五個腳掌 四個腳掌 也沒問題 只要你可以去做到順暢的轉動 因為我不知道你身高多少 那我建議就是 盡量比鐵桿 再寬 一個腳掌 就可以了 各一個腳掌就好 我們一樣把球位設定出來 現在要擺中間 比鐵桿 寬大約一個腳掌的位置 那我再把我的球位設定出來 中間偏左 大約兩顆球 OK 兩顆球 打木桿的設定 兩顆球 那這個同時要去注意 因為木桿比較長 站位距離也會比較遠 那同時要去注意我們的站位 千萬不要像這樣 我的右肩膀是突出的 我們還要注意肩膀的平行 因為我看到很多初學者 在打木桿的時候 因為木桿比較長 所以一設定上去 肩膀就跑出來了 這很容易產生砍擊的現象 因為我們在上竿就會產生過多的 抖子的角度去做上竿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的木桿怎麼打那麼高 是不是我的竿子的角度挑的太大 有可能要挑到8度或8度嗎 不一定 那就是你的設定可能出了問題 檢查一下就好啦 下一步 Driver 其實我看到很多球友 在打一號木桿的時候 他們都很習慣把球位直接擺在 左腳尖的位置 直接都叫左腳尖 那其實我個人認為這個已經太左腳了 讓你太左邊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過多的 一樣砍擊的動作 那我建議一開始 初學者在打的時候呢 在中間偏左 偏左 兩顆 至三顆 就可以了 兩顆至三顆 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全到 左腳尖這麼多 因為我相信可能你的 周圍的朋友啦 或者說是 你看影片的時候會說 越長的桿子 越靠近左腳 這個沒有錯 可是當你靠近太多的時候 甚至於已經超過了你的左腳 的時候 其實這對你擊球的效果是不好的 因為當我們在擊球你的球太偏向左腳的時候 我們的前因式是 當我在回來的同時我打不到球 所以我身體要必須往前壓 我才能打到這顆球 那往前壓的時候 我們軸心式就會產生改變 那你身體是不是就會產生過多的前衝的動作 而產生砍擊的現象 當然有些球友應該會遇到這些問題 再來 Wage 就是切桿 這是短鐵桿的設定 當我們在打短鐵桿的時候呢 比如說P桿或者說切桿 比如說你的A桿 或是52 56度 那我們的球位 我會建議中間幾顆 頂多中間偏右一顆球 中間偏右一顆球就好 千萬不要擺得太靠近右腳 像現在這樣 那當我們的球越靠近右腳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向下打擊的角度就會越陡直 就越陡直 尤其是我們桿子在下降的時候 剛好打到它 剛好打到這個球 所以你會發現你會打得比較深 這個時候你就把你球會稍微改變一下 不需要擺得那麼右腳 因為我看到很多球友是越長越左腳 越短越右腳 然後當我拿到X桿的時候 我就擺在右腳的那一側 其實下場草是軟的 土也是軟的 所以你很容易會導致往下打擊 球桿直接屌在土裡面 直接卡在土裡面出不來 就會導致你的距離是異常的縮斷 比如說在練習場你的A桿可以打80碼 結果你下場因為這個往下砍擊的動作 導致你球桿被炒被土卡住了 它只飛了40碼 學起來了嗎? !!